嗨 我們又來了 上一集文老師說了日本妖怪鬼的傳統 說了很多故事 但是一直演變下來 現在都依然很 怎麼說 日本人的鬼怪都很有活力 所以變成一個很過人的問題 次官上也提過 中國以前有《山海經》 現在講的人不是很多 講的人好像不是很多 大陸是一個熱潮 剛剛翻出了熱潮 這幾年 已經 出了很多本書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山海經》 文字是先秦的 但是圖在偽進的時候 失落了 將來會不會找回呢 不知道 這個本來是一個 這個《山海經》本來是一個 中國 的圖 文字 很厲害呀 圖很重要的文字 對呀 他怎麼形容一隻妖怪 不像我畫他就是傳神的嘛 是一個Image的 Dictionary 是一個Encyclopedia 白科傳說 妖怪白科 他又不是妖怪那麼簡單 《山海經》就是 我們今堂呢 今次準備都不是講《山海經》字 慢慢再講 補充一句就是 他是一個 當時的歷史 文化 地理 山川 產物 植物 動物 尤其是動物 是很多神怪 即是自然科學 白科 博物智 當時的博物智 沒有分超自然語 沒有所謂是科學不科學的嘛 連這些傳說 都包了進去 所以就有所謂的妖怪出現了 這個 很多的記載 都是記載到有圖的 很多人都見過這個圖 桃園明也見過 桃園明也見過 不過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失落了 到現在找不到 現在我們看到畫出來的 那些怪獸公仔是名稱的 還有這個名稱之外 還有十幾個畫家畫過 所以在大陸現在 是把那些 集合在同一個名字 例如星星 那時候已經有星星 畫的星星有不同的筆法 不同的家數 不同的畫家 就將裏面都編 編了 所以你可以查一本書 有千多幅圖 不同的作家 不同的圖 畫一件事 同一件事 但這當然是 二三百年的東西 不是 最初在 春秋戰國時候 留下來的畫 那時候 未曾 注重這種傳說 和神話 所以 沒有將它變成 在頂上高畫了 如果在金屬上高畫了就OK了 現在 都一樣全流 可能畫在紙上高 如果不是紙就畫了一些 券上高 或者畫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地方 我記得現在有一個是在瓦板上的 有一些土器上的 好一點 有一幅的 好一點 如果不是 就直接什麼都沒有了 成傳不完 所以就很妒忌日本人 百鬼爺行的圖 拆出後 到現在 都沒有用完 現在就不只是圖策 不簡單 有一個新生命 他繼續所謂的 所謂的 發展 發展是怎麼搞的 他很厲害 例如我之前也說過 因為我小時候 受到動漫的東西 被動漫吸引到你 到現在 Iphone 時代 他繼續有很多妖怪傳說 其中現在在日本 做得最厲害的妖怪叫妖怪手錶 就是抬頭的這隻貓 這隻叫地博貓 地博貓 說他為何叫地博靈 成為一隻地博靈 就是說他死了之後 地博靈 地博靈 周圍發生很多故事 所以看到他的樣子是可愛的 可愛的 可愛的系列 這個妖怪手錶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拿了很多 因為妖怪手錶裡面 他的故事 是 單元的 不會說 是否下一集又要再繼續 不是連續的 不是連續的 隨時開一個看的話 你都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分了兩種妖怪 一種叫現代妖怪 另一種叫古典妖怪 古典妖怪就是 分現代古典 之前說過有何童 鬼 胡妖 白鬼夜行裡面有的 那些叫古典妖怪 傳統妖怪 現代妖怪很過癮 例如有一隻叫遙控怪 遙控怪是現代的 為何經常在家裡不見了遙控 然後男主角就拿 妖怪手錶照 然後發現 原來梳化上有一隻 遙控牌 遙控怪最喜歡什麼都不做的 只是喜歡收藏人家遙控 然後就喜歡跟別人玩中迷藏 你找到的話 他就覺得輸了 然後又再跟你收藏 另外 他就是 賭蛋鬼 是賭蛋鬼 但是他 很多時候他改的名字是食字的 當然如果香港也有得做這個卡通 但是如果香港我們就不懂日文 感覺不到的 純粹就是 純粹就是 名字 例如說 有一隻妖怪 那一隻妖怪 日文的名字叫My Car 即是我的車 M Y C A R 但其實這隻妖怪有什麼特性呢 他就很隨和 就算遇到爆胎也好 即是車型的妖怪 他就往往遇到什麼不幸的事都好 他就說 My Car My Car 即是說 不要緊 My Car 日文的My Car 就是不要緊 算了 很樂觀 這隻妖怪很樂觀 算了算了 他就喜歡說My Car 但其實他就是一個車型 變了他的名字叫My Car 但他就口頭蟬 就是My Car 不要緊 如果他就跟日本的文化有關 即是跟食字有關 變了很多人 無論是小孩大人 看完之後都覺得 很深刻 認得到 即是有些認同 日本人的 用了新的媒體 戒體 和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很重要 令到這件事 不是再基於民間傳說 那麼簡單 還有 這個卡通 不單是給小孩看的 裡面有很多 一些 拿了我們大人世界 會認知的東西 來擺放進去 叫惡搞 叫惡搞 惡搞 惡搞就是這個 真的來做二次創作 即是用了原素 上一代的動畫 叫北斗之拳 其中 這個應該是小孩 現在就沒有看的 但我們大人全部都知道 五間以上 其實是拿回以前李小龍的形象來做的 但現在這個妖怪手錶 他就弄了一隻叫北斗之犬 北斗之犬 就直接拿回他的形象來做 大人可愛玩 小孩看就覺得很有趣 大人看也會很小 這就是日本 現在的動畫 其實他不單是給小孩看 不單是日本 甚至是Pixar的動畫 他也不是給小孩看 因為知道其實 市場是小孩大人 可以上大人幕 一起照顧 不單是漫畫 不單是漫畫 不單是漫畫上大人幕 因為日本這個 將妖怪借 提發揮 或者借過了人一棟 過一棟 他是過得很好 剛才你剛才說的那個遙控怪 其實就是日本人的生活 很生活化 你經常找不到遙控 經常回家想 用電視的遙控 通常都在梳化上放在 或者被小孩塞在哪裏 他立刻看到這樣的社會現象 日常生活家庭的社會現象 將這個社會現象 轉化到另一個方法 來表達 就用一個叫做遙控怪來表達 第一 共鳴的好大 這個創作有共鳴 第二 他將 這些東西 變成 解釋不到就變成一個妖怪的解釋 這種 當然有些人覺得它是荒謬 但是 在日本這個民族性裏面 不是中國這麼挑剔的 就不是中國人說 怪力願神 不說什麼都不說 他們覺得這些模仿 在某程度上他們都是陰脈感 陰脈感 應付生活壓力的轉化 陰脈狗 例如剛才剛才說的那種 百鬼夜行 這個很奇怪 中國人一看見百鬼兩個字 有禁忌的 大吉麗士 大吉麗士 說起百鬼夜行這個 大陸他有些書 他也有出百鬼 他不叫百鬼 他叫百味 他將鬼字一邊加個末字 變成百味夜行 他才夠膽出版 即不用一個鬼字 但裡面就是百鬼夜行內容 中國現在有一個查禁的問題 你不說鬼 味是比較無形 鬼也是比較無形 不過具體一點 他不想說鬼 這個原因 我也寫過 因為 現在開放之後 仍然 很多人 我想超過一半的人 教育水平不是那麼高 當年一說鬼 那些人第一 有恐懼 第二 他當是真的 當是真的 他不會像美國 加拿大 當是說鬼 小孩子都會笑 他在Halloween就說鬼 他直接說鬼 沒有人相信有鬼 他們不相信 他們認為那些是用來玩的 那些是用來玩的 你嚇不到 即是文字去到某個水 你仍然是 鬼 是作為一種恐怖 每個人都害怕 還要說著 自然就有些人出來找食 你試過 我玩迷信 我玩迷信 玩 氣功 特技功能 那些 唯獨是這樣的社會才可以這樣找食 非洲搞這些 就沒所謂 人少 國家一輩 如果你搞到一個 強大國家 就結了 這件事就踩上一個禁忌了 有多強大才敢 都可以出事 賺到錢的 問題是 吊詭的地方 一方面說自己很強大 而反過來你的IQ 原來這麼低 那你的強大就看哪邊強大 肌肉發達 四肢發達 軟實力就不算大 簡直是心虛 我覺得有些 你踩過間隔 反而覺得 那個意識形態 是心虛的 你好像日本仔 好像美國人 心理自信很強的時候 你說什麼都白無禁忌 當年那些日本人都是很迷信的 當年 都是一樣 信有鬼味的 當然 一樣有這些 妖精鬼怪的作惡 但不用怕 好像現在現代世界21世紀 都還要出這樣的靈 誇張 所以變成現代的成全 變成商業那一刻 又多了新的生命力 除了這個 這個可以還有說 有話要說 妖怪手錶 因為他一直都出了那麼多 屬於跟現代有關的妖怪 現在有很多人都已經覺得 他已經是 在做一個現代版的白鬼影響 即是說 百多年之後 的人未必再講所謂的 鳥山石營那個 不會再講鳥山石營那個 為什麼呢 以我所知日本仔 兩方面都很極端 一方面極端 先進現代 一方面極端 古代懷舊 保守 不是懷舊 那麼簡單 肯定是很保守的 有些人打死不改的 你看看他那一輩子 整滿臉都認真到 嚇死人的 有些人打死不改的 百年老店完全改的 百鬼影響那一刻 就有一個很過癮的 我記得是卡通片說過的 平盛離合戰 都是宮崎進的 是的 就是用了這件事 說回那些尼媽會變身 然後其實他們一齊用法力 就投射了百鬼夜行的影響 嚇人類 很精彩 所以變成一方面 其實他們也意識到有個 危機感 一方面保存古代傳統的東西 是民族性的文化的東西 另一方面面對一個很現代化的科技社會 兩樣東西之間的矛盾磨擦 中間的那些尼貓 你知道多淒涼 又如何自處呢 這個呢 很過癮的 首先要在那個社會 有一個 Open Society 開放社會 你說Cow Popum 他名著就是 開放社會 開放社會 被迫了敵人 開放社會 就是說 免於恐懼自由 他很多時候 有人的 發言權 有他的求資 有他的學術自由 這些等等 就是引致到 那個社會對 任何的事物 人情 都有一個 沒有邊界的禁制 只要是一個 研究態度 或者是一個純正態度 你不要拿著那個作反 OK的 你拿著這些妖怪外作反 日本人也不OK的 你別以為OK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那裡很少作反 因為還有一個日王 還有一個整個制度 還有一個萬世一統的日王 還有那些人民也很愛國 但是中國 內地 我就不敢包了 有沒有人作反 這個潛在 可能有 在那裡 萬一 有人作反 借這些 神神鬼鬼 或者借這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召集到人 經常發生 又踩個界 不好意思 你倒數 倒數 倒數出來 你最後一獲 就是這個 就是 權亂 二和權 最後 暫時 這個 當年 這些 很多邪教 紅燈會 白蓮教 白蓮教 這些 全部借了 民間宗教 古靈精怪的民間宗教 來到 醫人 又有 製造迷信 去聚集人 又有 搞到某些宗教 不怕死 他就走過來 跟你說 死過 一前一後 我講最後 最前 你會熟過我 黃金教 漢朝 因為 五斗米 很簡單 大家沒得吃 作亂 借了一些東西 就是 天災人禍 所以很怕天災人禍 天災人禍 是 某個地方 發生困局 人力就解釋不了 人力就解釋不了 解釋不了 於是 如果中央不能夠 政府就失靈 失靈不能夠調和他 還要被貪官吹 一份 民怨 民怨就加 雙倍 翻兩番 真是 越整越重 於是 中國人 歷代革命 歷代的作反 都是一件事 是不夠吃的 所有歷史讀書的時候 就是這些的原因 一定是不夠吃的 如果大家 好吃好住 中國人是不作反的 中國人沒有理想 要為這個理想叫民主 或者這個叫和平 或者這個自由作反 不是法國人說 不自由無零死 沒有這個概念 有沒有錢賺 我一向都很自由 我一向都很自由 不覺得自己不自由 沒得吃就不可以了 有自由沒得吃就不可以了 有自由 物理上的肚子 打鼓 那怎麼辦呢 不可以的 一定要來 我沒得吃就搶你了 所以 不同了那個心態 日本的進化過程很不同 日本相對 我不說絕對 相對穩定 社會統一 沒有那麼多外敵 最大的問題是天災 最大的問題是天災 是否這個特別環境下 形成到他所謂鬼怪的概念 跟中國人很不一樣呢 其實他 最主要是因為 傳統 一直帶來的 沒有斷過 沒有斷過 所以很容易 繼續流傳下去 所以我剛才說過 他加了一些 現代人作的鬼怪 他於是有很多民族 地磨靈 他現在的形式 在幾百年後 就像現在我們看 廟山石年那種 變成了八鬼夜行 因為其實 在當時江戶時代 人們就這樣看八鬼夜行的書 其實也是當時的現代 當時的現代 就是純粹 為何可以解釋這件事 觀眾不要介入八卦 請教問老 有八鬼夜行 有一把傘的 那種其實是叫負桑臣 九十九臣 原因就是 雨傘傘的設計 當時是現代貨品 是先中的 那時候的科技 等於我們覺得很複雜的一部手機 那時候覺得很複雜的傘 如果你看到江戶時代 即使八鬼夜行的圖鑑 都是有類似的現代元素 很有趣 所以你的說法沒有錯 一百年之後 看回現在 這隻地博 就變成古董了 對於岸來講 是同時的東西 跟搖洪妖一樣 所以 幾百年之後 又有幾個人在這裏做節目 就會說當年有圖鑑 這個很重要 就是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 因為日本都是很注重文化遺產 譬如我 今年的暑假 你又獎見識 去了日本 去了東京 不是購物那麼簡單 不是 我老婆就去購物 我很辛苦才找到 不如去看博物館 各位記住 不要看博物那麼便宜 這些好玩 江湖東京博物館 江湖東京博物館 文老師 真的是文化旅遊 去看這個 不是購物那麼簡單 有些好玩的文化旅遊 我們沒有問過日本旅遊館 那你介紹一下這個 好好玩 介紹一下 日本每逢夏天都會搞很多關於妖魔鬼怪的活動 因為他們的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另外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夏天的話 說一下妖魔鬼怪的活動 讓大家害怕一點 就可以心裡寒一點 寒冷 所以其中日本的 不像香港的教育 例如我經常帶學生去教育營 就一定要學生 晚上關燈 然後不准說話 睡覺 但日本的教育營 其實是給小孩子 可以晚上關燈 甚至乎小孩子可以晚上關燈鬼故 甚至乎學校 學校會帶頭 搞一些 夜探的活動 當中有很多可能 譬如說 經過公園再出去 學校就會搞一些 幽靈的裝備 這個記得 禮塞求豬野 我記得那裡有雷塞 刺官可能有這樣的印象 其實這些所謂嚇小孩子 台灣是有的 那些小數民族 就是說你的所謂成人祭 一定要試到你的膽量 所以可能要你經過一些墳墓 荒山野嶺 那些長老扮鬼嚇你 你過得到關的話 日本人 很過癮 這是很類似的 台灣五十年 很類似的 很多不少也有的 有些 小朋友就不單止 沒有怪獸家長看著你 不准嚇他 人家主動嚇他 日本都有怪獸家長 都多 但反而這種關於 講鬼講怪 甚至乎學校 傳統就很不同 搞一些關於鬼鬼的祭典 沒有人出聲 我試過教一些教會學校 我曾經跟次官說過 有一間教會學校 直接貼了通告 不准說鬼 10月31日那個萬聖節 完全不准提 不准提 就是乙教 因為宗教學校就說 宣傳 邪惡 也算是挺奇怪 極端 All Saints Day 本來是他 尤其是英國的國教 一個很重要的哲人 你將他變成一個 娛樂的 消費的 這樣的小孩子玩的節目 他們當然不喜歡 我試過去 去嶺南大學 由學生會請我去講 和黃建源教授講 Covergang See Covergang See 之前 我兩個 準備 發表的時候 先由他們的學生會 做一個introduction 他們呢 因為 嶺南是基督教的 所以呢 學生會已經 很召忌 這樣 有一些 同學可能 很召忌 就是 先說了 這個 學生會是基督教 現在要先祈禱 嘩 學生活動 祈禱 先聲明 這兩位人兄 黃建源教授 這次說這個 是一個知識 不是一個 迷信 迷信 我們都是講知識 但你不需要講明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學生 大學生來的 大學生來的 沒有地方 他一旦找到一個地方 就是教堂 在教堂裡有廣貴 他們有一個 很古怪 教堂 他在學校裡有一個教堂 有足夠的 位置 可以做活動 他不是一個lectural room 那麼 他們的教目 學校的牧師 親自都坐了來 看著你怎麼說 我知道 當然 因為你說鬼 很簡單 剛才 蕭公主說了 你有你的鬼 就我有我的鬼 我說的不是他的鬼 我說的 是其他 文化的鬼 他已經 要看著 如果你說 基督教的鬼 他不會特別 蕭公主說 因為你一定跟著聖經說 你怎麼抓他 但是你說不是他的鬼 那就結了 他擔心了 有抵觸 跟他本身 有擔心 蕭公主說 所以 不是奇 這個 宗教的合藝性 日本也有宗教 日本的宗教 好像沒有那麼狹窄 如果我理解 如果你是 神道教 神道教本身 就是一個萬人有靈倫的宗教 所以就變成文老師 過去文化旅遊 當然不是只是購物 這個博物館 很有意思 這個展 他今年搞了一個 大妖怪展 副題 就叫做 由土偶到妖怪手錶 其實他出了這個 他已經承認了他某一程度上的文化性 土偶就是 土偶就是以前的成文化時代 的一些 很古老的 那些都是屬於 成文化年代 都說是史前史 一條繩就繩 一條繩就繩 如果我沒有記錯 為什麼會這樣叫的 因為那些花紋 就好像有一條麻繩 繩出來的麻繩 押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叫成文化呢 土偶就是那些泥公仔 都有這個麻繩印花 那個效果在 所以無以明知 所以叫成文化就是這樣 土偶 那些文化的文理 是押出來的 那時候就看了這個 他當中 去了日本不同的博物館 借了很多相關的 文化遺產的畫 很清楚 這個成文化的實物 土偶 一直就進化到現代 即是受不了 還有這隻 最古老的最現代 現在還在播 還在播 這套傳播了兩三年左右 他的風氣直捲傳日本 他成功在 除了做到文化之外 也很商業化 肯定了 如果沒有生命力 商業化 在當地買了一本 長刊 裡面有 長刊 很開心 相關他裡面的 展覽介紹的東西 很精美 長刊也看了 很精美 長刊也看了兩小時 是很精彩的 因為你女友真的急叫你回去找數 只可以看兩次 他陪伴我看 幸好 好一點 一共同事後 江戶的妖怪 天狗 剛才你講了 有道生蜜怪鹿 道生蜜怪鹿 很出名 道生蜜怪鹿 剛才你講的 有沒有說過道生蜜怪鹿 道生蜜怪鹿 他的繪卷是有一個 叫道生的少年 他十六歲的 和道那裏 和道那裏 他十六歲而已 說他在一個月之內 三十日之內 每天都遇到 在家裡遇到不同的 有一個怪物 就是一個年輕人 他每天都當日記 即是宅男日記 即是宅男日記 現在我們每天都在網上 開了一個網 每天都在寫一些古怪的東西 他就畫了三十幾幅圖 記錄一下 每天遇到什麼鬼怪 會遇到什麼鬼怪 通常來說 只是遇到一個女人 有一個頭 不知道在房間裡彈出來 他就畫了一幅圖 然後就做了一個記錄 如果在當時 其實這些文化上的東西 其實在當時 可能媽媽也說 你畫了這些無謂的東西 但可能過了幾百年之後 就覺得原來 文化遺產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些 日本的文化研究 就是這個東西 可能在某些時間之後 會成為了一個 見證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文化遺產 就是這樣 只不過我們現在看 有些卡通電腦的東西 來畫的 所以 其實他這個 杜生蜜怪錄 為什麼會這麼 出名呢 除了流傳到之外 他也因為他當中 畫了很多房間 房間 房間 裡面的東西 都很細緻 所以就反映了 當時的 現代 當時社會的 民居生活 究竟有什麼擺設 煞男日子 就像這樣 你看到 睡張什麼床 什麼傢俬 很清 很精彩 對 這個 說道生蜜怪錄 繪卷 三十篇 三十篇 對 說他們這三十天 遇到什麼怪事 其實 都相信 其實這是作的 當然 本來有一個手癢的小朋友在畫 想像力豐富 都可以 在當時的時代 其實做到這些 是一個很豐富的想像力 很有趣 他會借到 甚至有些是國寶的 因為如果是一個文化財產 除了文化財產 還有一些 屬於國寶級的 都看到一些國寶級的展覽 都借出來 都是說鬼怪的 都是說鬼怪 反而他這個展覽 都是以妖怪為主 但是當中 也有刊登了幾幅幽靈的畫 因為其實他另外還有一個叫幽靈畫展 但是就是 我記得他是九月左右才有的 哦 幽靈 所以當時我只可以去看這個妖怪的展覽 妖怪畫 但他當日都有 好像大概十幅左右的幽靈的展覽 是另一個主題 他都在那裡展示出來 預先放預告 有張畫我看起來也挺深 因為如果是這樣看圖 所以就算一會兒展示出來 在螢幕上看的話 也挺深寒的 有一張日明 沒有人不知道是誰畫的 但那張畫我現場看的話 其實也挺深寒的 那個 那個影像概念很先進 很過癮 他畫了一個半透明的效果 因為他的頭髮是一條條的畫出來 還有就是他特別是 很小的一絲頭髮 那個作者其實是有留名的 但他留了的名字 他就用印鑑 來刻在那張畫的嘴下 就變成了血 好像嘴角糖 對 嘴角糖 最恐怖的一張幽靈畫 這是什麼年代 看看 他這裏也說可能是幕末至到明治 十九世紀 但就實際不知道 日明得禮都重要 厲害 但這是一個私人的收藏品 私人收藏品 也借了出來 所以譬如說 當日我去看這個展覽的時候 其實是很多一家大世 而且當日我去到那裏 不是那麼多香港人或大陸人 一來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本國以外沒有宣傳 他周圍 全世界都有宣傳 你也收到 我之所以知道 在搭JR的時候 他很大肆宣傳 你又懂日文 你去搭JR 那怎麼辦 但他始終可能這些 不是購物品 那你沒有廁所板買 這裏 當然啦 感覺到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他們似乎將這些 本土文化 本土消費 分得很清楚 是不是覺得外國人不懂得欣賞 他 都有英文的介紹 英文嘛 照計應該已經很國際 那天我去到的時候 香港人或中國人不多 但有的話 我都遇到幾個是大陸 真的很斯文 很斯文 其實去的當然 去的人 真的是學者才有去的 有這種文化的感覺 在那裏看的話 因為他有很多人 他就排隊來看 你有沒有問過那幾位 不是日本人 他怎麼知道有這樣的展覽 沒有 其實他真的在酒店 有些宣傳單章 或者他 我也是在 JR 酒店那裏拿 那你就這樣看 始終 一定有些人會喜歡這類的 非本國人都會喜歡這類的 你如果喜歡去行書店 日本的書店 很精彩 有一個 尊貴 叫民族學 民族學尊貴 就算說鬼怪 但是他有很多文字 有很多圖畫 都有他有幾種 很認真來整理的 來處理他 如果你去買 但是 他那個圍體 我看也有很多人 很多年輕人 打雪釘 最重要 因為他有幾樣東西 第一 他有很多這些 古靈精怪東西 是跟家庭有關的 稍後我們可以說一下 他有 井又有井的 古靈精怪東西 屋頂 有屋頂的古靈精怪東西 水喉又有 骰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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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又有井的鬼 農村有農村 現在說城市有城市 城市的廁所有城市廁所的 津末的鬼 電梯有電梯鬼 很多電梯鬼 甚麼電梯都有 所以 跟生活有關 有生活有關 人們可能會有趣味很多 有共鳴 有趣味很多 有趣味很多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是信呢 我覺得不一定是信 問題就是 覺得 這些有娛樂性 有教育性 有資訊性 合乎這三樣的 現代傳播的理論 尤其有娛樂性 沒有娛樂性 沒有娛樂性 這個世界是沒有文化的 這是很重要的 原來任何的文化 都是由娛樂性產生的 必定要有娛樂性 沒有娛樂性 沒有人流傳你 沒有人承傳你 沒有人去看你 沒有人去說你 因為人最後 在整個生活裏面 娛樂是一個很重要的 有趣味的問題 生存之後就生活 生存之後就飽軟了 最初是求 吃飽 最早就要溫 但之後又如何呢 有趣味 你要生活有一個 感受 那些感受是來自 人的聰明智慧 人的聰明智慧 想像力的問題 沒錯 七種藝術 我們說 詩歌 唱東西 音樂 舞台 跳舞 等等 中國的文化好像 少得樂趣 如果你說的 文藝氣息那些 中國的傳統文化 琴其書話 也有的 因為中國也有的 中國有聲色犬馬 聲色犬馬那些 有一點不同 為什麼呢 如果純粹從文化現象來看的話 聲色犬馬和琴其書話 中國有了一個道德判斷 氣無益 氣無益 就是某些人說的 聲色犬馬是貶義的 沒有趣味 如果我記得 就有一個叫黃世襄的人物 叫北京老頑童 他玩東西玩得精彩 他玩聲色犬馬 但是狗這件事 他拿了歷代那麼多 畫了狗的畫 然後說中國的 那些寵物狗 是怎麼演變的 那聲色犬馬 又是鬥蜥蜀 又是啦 菜甲也是啦 他又要加上賭博 你不想看 那些人就不愛人了 所以中國裏面對於 所謂聲色犬馬 普遍有貶義在 我剛剛就不太贊成這件事 因為我說 何謂財子呢 財子呢 十六個字 有財情的問題 一定要有色犬馬 現在沒有趣味 因為所有財子 都跟色有關 色犬馬 色 你如果不懂得玩色 你就不能叫做財子 所以 道德的人 假面巨人 就覺得這些人 滿物喪戰 氣無益 但是現在 這些說法 是 以文化角度來看 落後了 因為生活就是娛樂 如果我們生活沒有娛樂 就死了 所以我們做節目也有娛樂 不是 那些 文化就不能夠傳 傳下去了 所以 這也是一個 現代中國人 跟日本 有些不同 日本人是玩的 整個民族都 玩得很開心 所以剛才說到 然後把他演化成一個娛樂 其實娛樂已經牽涉到商業性 其中一件事 日本 例如這些 玩具 另外一個 可能次官也很熟 就是所羅門七十二魔神 其中他為何無緣無故說這個 這個不是西方的東西 突然說西方的東西 例如說 日本有一些模型 他會出了 所羅門七十二魔神 手板模型 手板模型 小小的 而出完之後 就是來 這是日本化了的外國 的娛樂 他沒有將他變成日本化 他真的照了 所羅門七十二魔神 所提供的形象 圖鑑的東西 真的整個圖鑑 不廣告 是Demons Chronicles Demons 原版 所羅門王雖然是猶太人的皇帝 但他應該是信上帝 他們的大草鑑 是猶太教 但他也是用了很多 外教的魔力 他的外教魔力包括這七十二魔 這七十二魔本身有個身份證 這身份證 都是地獄裏的撒旦障級 每個人都有他的職涵和江嶺 江嶺和名字 不是亂來的 即是另一種世界觀 後來西方還有一些說法 如果是著魔的話 你知道那個魔鬼的名字 最重要是拿著名字 叫出名字 他就可以收回他 他就當同散散 這可以反制他 驅魔人也有說過這件事 後來很多都是這樣說 因為聖經是這樣說 耶穌要趕那隻 魔要群 群 他一叫到他的名字 他就散了 中國有沒有呢 又有 無獨 中國也是這樣 中國有本書叫白澤圖 很出名的一本妖怪書 道家的妖怪書 圓著好像沒有了 很難找得到 但這個白澤圖 就是 揮劃了那時候的妖怪 尤其出外面 在山野 可能會看到很多古靈精怪 白澤本身是一隻好像牛 還是羊的 眼睛在胸部 也是跟山海經有關係 有 白澤 這個白澤圖 那些上山 或者 要行抗野的人 他又要念熟 這個白澤圖 為什麼呢 他要記實了 這羊人 看到妖怪怪出來的時候 他的樣子 喔 就能認出 有一個圖鑑 叫得到他的名字 喔 哈哈哈哈 認得到 一叫他的名字 那隻東西就走開 那你又安全 過一關了 所以白澤圖 是中國的一種 怪獸的紀錄 一樣有monster 一樣有名字 不只是 效果也一樣叫出名字 沒錯 不只是希伯來人有 因為不失傳 你讀書少 就不知道原來有白澤圖 怪獸大白科 怪獸大白科 那個失散的年代 又跟山海經 不同 這個後很多 後很多了 白澤圖更加少人說 日本人 就很喜歡研究這個 閉下圖 在日本 大熱 很出名 而且 引動到日本人 研究 這個monster 怪獸學 妖獸學 的一個很重要的書籍 反而在中國失傳 在日本 大熱 日本人真是好學到這個地方 是好學的 尤其是這些古人真貴的東西 他很喜歡學的 有一個說法很過癮的 就不是文化 很簡單 有一個很過癮的 比較是甚麼家科 除了脆味之外 日本人是 極度好奇心重 好奇心很重的 他好奇心驅動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認真 這個中國人 既好奇又認真 他很難學得到這麼認真 認真到的程度就是 少少東西 他都去研究 研究到很細微 做專門 研究得很厲害 這件事 我們中國人要慚愧 所以 逢親提到這些書 我一定是買人文 一定是日本 日本才知道 有台灣的 日本少 日本有 這本有 中文台灣日本 這本不知道有沒有 這本沒有 這本是山海經的 遠之山海經 但是山海經 這些圖 這個圖是 西方有 西方有 出了一本書 就是這個 這個白澤 文老師又解釋過 就是這個白澤 就是這個 叫得出名 西方有這個山海經 西方有英文 不止 搜集了一些圖 彩色的 但是他用一個圖 跟日本一樣 在一個大圖 有 例如這個 山 裡面有七夕 壽 他繪了一個山 然後再給一個特寫 每一個 按地域來分 因為 山海經分是18章 十八章 沒錯 即是由這個 開始 很多人 覺得這些東西 可能是幻想 有很多人覺得 不著邊際 到時這些古人 但是很不幸 現在發現 很多東西 是有在 是真的 是真的 有些名字 都未曾改過 地理 不是 那隻東西 那隻東西的名字 都未曾改過 星星 到現在 叫星星 以前是來自 蕭陽閣 反唇 反竹 見人就笑 其實根本就是星星 例如潛渣渠 即是智慧 川山鴿 川山鴿 又是現在 找得回的 因為川山鴿的 就是 兔身 蛇尾 然後 貓頭鷹的嘴 即是貓頭鷹的嘴 如果當時 純粹是一隻兔子 有個小鳥的嘴 就是一條蛇尾 那些人 怪物 不可能存在 畫那些 就未見過的真物 於是根據這些傳說 就畫了一個怪獸出來 那時候 川山鴿在中國 那時候是未有的 相傳應該是南美洲 所以 其實會說 山鴿這一個 其實真是 周遊世界 是世界的 先秦的資訊 是先秦的 但它是會有 非洲的星星 有南美的川山鴿 這個不是在中國裏面的 不是本土 只是中國的山鴿 只是中國的山鴿 不是 是世界的山鴿 就爭露了 中國的川山鴿應該有 那時候沒有 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 為什麼那時候已經有了川山鴿 肯定有人見過才會這樣寫 一定 很多裡面的動物 現在都找得回 是真有其他 其中有一個叫做鷹霧 那時候來說是怪物 這個不是中國人 奇葬如鳥 卻有人蝕 能言人話 是能言人話 他是當時這樣記錄 當時來說 有一隻雀鳥的蝕是人的蝕 但其實 他所謂擁有人蝕 可能就是 好像人那種蝕頭 那麼靈巧 就不是真是一條實物的蝕 就是那種 不一定 為什麼 阿次官可以correct 這件事 因為中文的寫法 古代用語 你有時候是用了名詞 變動詞 即是所謂的蝕 即是說 一條蝕的蝕之外 還有就是說話的能力 說話的能力是用蝕來長蝕 就是什麼學蝕 學人說話 學蝕 我學一條蝕不會 學蝕 語氣 語氣 有口語 英文也有類似的東西 什麼是口語 你說母語 就是mother tongue 不會是媽媽的蝕 不好意思 說髒話 你不會是媽媽的蝕 也就是mother tongue 那叫母語 所以如果 星星是有人 洩的話 其實有可能 他的社會說 這隻動物是會說人話的 這個就是星星 現在 就是一隻 一樣看到 反象 一樣的 這個 剛才我們說了 例如說很像的 到現在 仍然有的 大蟹 阿拉斯加那些 就是那些大蟹 長毛的 長毛 記住 不是 不是大集蟹 但是整隻蟹有毛 黃帝蟹 就是那類蟹 有時候是看錯的 有時候就是 一種幻想加進去的 所以呢 那個山海經裡面 這些鬼怪 就不要單純 以一個 這樣子 圖 幻想到 畫出來 就當為真 為什麼呢 那個想像力 還有人是有一個很過癮的東西的 叫Fill in the blank 人的腦是不能接受 缺了某些資訊的 那些很完整的概念 同樣情況 如果你看看西方的郵寄 是真的 你看到馬可 馬可伯羅尤記也有的 就是經過某些地方 因為那時候西方沒有棉花 這件事的嘛 於是他們那時候 人們怎麼說呢 去到中亞的地方 看到有一些 是 植物的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那些 植物是會生了 毛髮 而你的毛髮 好像羊毛 可以織衣 在鬼佬的概念 當時沒有棉花 那些是羊毛 這件事是植物的羊 所以變成是有得解釋的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問 那次觀的這麼要命的東西 為什麼呢 如果說你的物種 原本就不在中國地理範圍 裡面出現 但是居然已經是 形容到 甚至是畫出來的 肯定有人見過 你的資訊怎麼來的 你明白嗎 很過癮的 當時如果有所謂 全球化的概念 會還是不會呢 我不敢說 這個呢 好有趣了 純粹用文謙的研究 現在呢 找不到當時 原畫嘛 看不到嘛 原畫本來呢 是畫重要過字 是的 畫找不到呢 所以 現在呢 現在呢 名稱的時候 劃分出來 跟字劃分出來 跟字劃分出來 源圖是什麼呢 大家不見 如果看到呢 大家多了很多 information 這個難度高 為什麼呢 因為歷史 都是專家 要請教 為什麼呢 你講的先秦 還沒發明紙的 有紙都很困難 可以用佈白 都難 為什麼呢 保存不了 就是宋朝一千年而已 是呀都難了 都散了 即使我用春秋年代 2000年代更貴的材料 都不行 一片 一片布 或一片絲 保存 千萬不要見空氣 你刮個墓 唯一保存到 即是春秋到現在 就是竹鹹 因為它不是 它的纖維不是 硬的嘛 它可以彈化嘛 它是竹的纖維 就不化了 是呀 見風也不怕 只有顏色 但是現在我們講 煲白 這些 一見空氣都死了 除非文老師所說的 如果你在 陶器 或者 泥板 上面 瓦片上面 印了一個圖案的話 那就保存到了 這就是阿術人 上次你也說了這件事 聖經的同水傳聖 你也可以比較到 因為有一個元件 有一個泥板 Guricorn 沒有泥板 就根本不可能 另外一件事是頭痛的 就是 有時候有很多石雕 那些東西 你可以把 中亞 甚至是阿術人的怪獸 可以整個公仔在這裏 原件的公仔是這樣的 你的文字就不要緊 我經常看著那個公仔是什麼樣子 但是中國好像沒有這個傳統 黃燒主 鑄九頂的時候 大禦鑄九頂的時候 大禦鑄九頂的時候 把很多東西 放進去 山川 黑在九頂 黑在九頂 可能是秦始皇燒了 可能熔了 收了九頂 燒九頂 兩個東西 收了他回去熔了 兵器又熔了 沒有說過這些九頂會熔 你知道 除了說很迷信 金人就是 收了武器去鑄金人肯定是 現在 我們可能要 在古墓上找到一些東西 也可能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不要開 要用科學方法 先抽出來 否則他又是這樣 等於 中國 如果他遲廿年發現 秦勇 就不是這樣的環境 現在秦勇是不見顏色 因為他一說了 很開心 全部撥開了氧化 原來撥開了泥 他會氧化 沒有了顏色 沒有了顏色 差得遠 泥也沒有了顏色 他本來是顏色 很鮮艷的顏色 有紀錄的 古代的東西更加清楚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 當時的 科學 退步 不是退步 這是缺陷 缺陷來的 不知道 在廣州 南越王的花園 另一個就是花園 很早年去 裏面有一個秦朝的船奧 當時 已經是一個海邊 這個船奧造船 可能是出海的 是秦朝的船 後來 感覺到這些木 是木造的 就會氧化 會氧化 木會散 木會變成粉 不是 變成粉 這樣 才會找泥公關 現在我們去到 看到紀錄片 只是看到紀錄片 因為我認為這個做法是對的 如果不是 保存不了 保存不了 另外 另外 那條走廊 去那條走廊 就是南越王的時候 公地的走廊 那條走廊 下面是石 還有鋪了斜地 射水 下雨 在上高的 那些艇 閃掉了水來之後 在那裡射出去 這個情況 現在 又要找泥公了 最重要的 證據是甚麼呢 因為當年 史記記載 漢武帝派人 去滅南越王的時候 燒了他的宮殿 燒了宮殿 這個人找到實物出來 看到灰准 灰准 看到 下面的地基 那些石就沒有塌 上高的柱和上高的 頂都塌了 燒了 但燒了之後 那些灰 灰 就掉了下來 那些灰本身 都是一個 很重要的歷史 歷史遺產 拿去化炎 拿去做之外 現在就用回它 不是 吹就吹就不見了 有風化 下雨 下雨也衝殺 下雨也衝殺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很多 太工程 對 這是考古工程學 一定要想辦法 我們有沒有機會找得回山海 經途鑑 這是很大工程的 這個要撞運 要撞運 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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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中國 最有價值的一幅 圖鑑 在劉勝墓 出來 他那時已經看到漢朝的時候 這幅圖 大家都很出名 T字形的一個 模式 的一幅 公仔 有天地日 有天 有人間 有地府 但那時 未有佛教傳來 所以地府是中國地府 中國地府叫陰間 即是黃泉 即是狗泉 他有 幻想那時的生活 有 現代 民間 即是那時 人間 人間 那個婆婆 那八婆 即是葬那個 無主人 無主人的生活 亦有 幻想 天 天 上了天之後 天怎樣生活 當時未有佛教 未有 什麼都未有 算不算有 道教 有都沒有用 有都不是 現在的道教 將它 那麼整齊規立了 元天上帝 即是那幅圖鑑本 那個世界觀 是中國人的 民間宗教 民間信仰 信仰的世界觀 這幅圖 到現在還能保持 都有一些印象 上面是有一個 人手 蛇身的 鋁窩像 不知道 在月 有三腳鳥 三腳鳥 太陽鳥 那隻雀 這些可以成圖 這個漢白 白就是 玉白相見的白 布白的白 有一塊白 即是布 一個美麗的布 這是絲綢 浩漢的白畫 即是用白的 那時候最美麗的紡織品 就是絲綢 反而這個可以存留到 這個墓裏面 故之前就密封了 沒有氧化到 現在拍一照 可以再問 看到 但現在的元件 就很難保存 元件呢我想 用很多種風化 封了又不給你看 或者用一個很重要的 國寶級文物 還有一絲希望 如果像漢白 那樣 山海經的圖鑑 真的有人畫下了 那裏面 也不是沒有怪獸 也有山海經那些怪獸 也有怪獸 也不是說沒有 即是三腳雀 起碼那些 三腳雀 山海經又說 有沒有說過 山海經沒有說三腳雀 咦 還過癮 我去對比 圖鑑對比 真正 蛇有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 又差不多 我記得呂窩 人手蛇身的造像 那個在很多石鵰裏面 也有的 在安白裏面肯定我記得是見過的 好 今天差不多 真的好清楚 再談 再談 如是我文 下次我們再請文老 繼續廣播 拜拜